好 虽然前瞻条例过关 但根据了解前瞻特别预算 最快也得要等到 蔡英文总统公布后的三天才会生效 也就是星期一 前瞻基础建设条例才算是告一段 总统蔡英文面带微笑挥挥手 出席中场会 看起来精神不错 但其实小英总统上午 才因为身体不适为由 临时取消出席 资瓦夫世界运动会的代表团授起典礼 今天看起来总统精神非常好 精神异议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精神很好 讲话也中气自足 今天看起来就还跟平常看起来都一样 小英总统看似无大爱 面对念兹在兹的前瞻计划 即将三读通过 这时候当然不能再生意 他希望今天能够如期来通过 那后续的工作才能继续来做 那希望能够把这个 未来台湾的基础建设 可以如期来进行 这是台湾未来的 这个很重要的计划 立法院有望通过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行政院也打算以最速箭提出特别预算 但仍然需要总统公布后 第三天才开始生效 最快渴望在10号召开临时会 通过前瞻条例特别预算 但前瞻特别预算 双线将比原本规划的减少新台币500亿元 事实上在行政院的立场 我们对于第一期程是4200亿 然后再来在第二期程4200亿这样加起来 其实在整个实质的建设 跟建设的进度 并不会有自爱难行 那在这一部分 当然行政院对于这样的协商结果 我们表示尊重 行政院也跳出来说话 蔡总统应切期盼的前瞻基础建设 进入尾声也总算认识告一段落 欢迎新闻红石鱼李佳化 特别报道